2024年DJI再次引领运动相机市场 推出了全新的DJI Action 5 Pro运动相机 作为全球领先的无人机和影像设备制造商 DJI这一次的更新不仅是在硬件和功能上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它在运动相机的夜拍短板上实现了一个更大的飞药 这一次的革新使得DJI Action 5成功的打破了运动相机在低光源环境下的一个局限 树立了一个行业的新标杆 让夜间拍摄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出色 我相信这款相机会变成运动相机市场上的一个夜拍之王 字幕� 칭製钧 竹刘 拍摄 毕竹 这样 sung X 声 这 '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 DJI Action 5 Pro搭载了最新设计的1.3英寸的传感器 虽然它的尺寸是一样的 但是相比前代的这个型号 它拥有着13档的一个动态范围 比如说在复杂的光线的条件下 或者是在夜拍上 它都能够获取更大的动态范围 相机能够捕捉到亮部和暗部的更多的细节 对于夜间拍摄者来说尤为关键 普通运动相机在低光源条件下往往难以兼顾高光和阴影的区域 导致画面失真或者是噪点过多的情况 而 DJI Action 5 Pro则通过这13档动态范围的一个优势 成功解决了这一个难题 使得在光线极其有限的夜间场景中 它依旧可以拍摄出清晰而且层次丰富的场景 我没有给大家看背面这款相机 这一次 DJI Action 5 Pro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屏幕是大大的扩展 这一次它的操作页面 我相信是大家都一直希望得到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非常大的一块屏幕 基本上是一整块屏幕都是在背面 我相信比如说你是在Vlog的录制或者是运动 都可以更加直观的做一个操作 可以看到或者监看到你的这样一个画面的一个拍摄了 DJI Action 5 Pro还在智能优化功能上进行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提升 它拥有独特的自动跟随功能 这个就比较新颖了 运动相机自动跟随 怎么出现这个功能呢 基于它的一个高分辨率 比如说我们用4K拍摄 它可以裁切出2.7K的画面 来实现一个自动跟随的一个功能 那这意味着用户在拍摄动态场景时呢 可以通过裁切技术将人物始终保持在画面的中心 那不需要额外的一个操作 那这一功能尤其适合比如说忽然运动啊 或者是Vlog拍摄等需要大量动态跟随的场景呢 既简化了后期处理 也极大的提升了这个拍摄的一个体验和效率 那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亮点呢 是DJ Action 5 Pro 这一次拥有着很夸张的4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那对于运动相机用户来说呢 长时间的户外拍摄 那对于电池的续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一款相机恰好满足了这一个需求 无论是比如说长时间的远足啊 或者是攀岩啊 或者是全天候的赛事记录啊 那我相信4个小时的拍摄呢 可以保证你可以更加专注的在一个拍摄上面 而不需要担心 就是非常频繁的一个切换电池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手上有一个这个DJI Mac 2 这一次在音频方面呢 DJI Action 5 Pro呢 可以直接和DJI Mac 2进行无缝连接 你不需要再做它的那个接收端的一个连接了 那这使得呢它在运动拍摄中呢 不仅有了出色的画质 那音质表现也同样的出色 特别是在户外运动中 那因为DJI Mac 2非常的专业这款麦克风啊 它的一个音质非常的优秀 那比如说你在户外运动中呢 风声和环境噪音的干扰呢 你可以通过佩戴这面麦克风而处理掉 比如说加一个防风毛衣啊 这样可以提高你的音质的一个效果 那进一步提升了你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质量 还有一点呢 那这一次的DJI Action 5 Pro呢 它自带了47GB的一个储存空间 那我相信这个提升对于很多用户来说 比如说你外出拍摄可能无法随时更换内存卡 比如说像我有时候出去忘记带内存卡 那我相信它自带47GB的一个内存呢 可以让你比较安心的做一个拍摄 那你可以更加专注在内容创作上 那我相信47GB的这个内存呢 比如说你已经有了一张内存卡 再加上47GB的一个内存呢 我相信不管你有多少内容啊 或者是你的内存卡满了 你也可以切换到它的机身自带内存来做一个拍摄 另外这款相机啊 DJI Action 5 Pro呢 它具备强大的一个环境适应能力 你这一次呢 比如说你拍摄在零下20度的环境 或者是我们最高到45度的这样一个极端的一个温度下工作 这款相机啊 它都可以持续做一个拍摄 那不管是在冰天雪地的徒步啊 或者是在沿着的这个沙漠的一个一个骑行啊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拍摄啊 这款相机都能够稳定的运行 那这种耐高温和低温的特性 让它成为了极限运动爱好者的一个理想选择 虽然我本人没有做这样的运动 但是我相信很多极限爱好者的话 用它就对了 另外呢 你使用这款相机 比如说很多喜欢水上运动的用户啊 那或者是喜欢潜水的用户 它是不需要加额外的防水壳 它可以达到20米深的一个裸机防水的这样的能力啊 那我相信这样一个拍摄能力的简化了一个操作流程 那你不需要再去额外的购买其他的配件了 那我相信你使用它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捕捉到水下世界的一个精彩画面 进一步的拓展了运动相机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 而且这一次DJI Action 5 Pro呢 它可以记录水深和海拔 那就是它有这个压力剂啊 那比如说你是在潜水 或者是攀岩 或者是在登山 这样的场景下呢 它你可以实时的了解自己所处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数据 那不仅提高了一个运动的一个安全性 还为拍摄者呢 提供了更多有用的一个信息 色彩上呢 这一次的DJI Action 5 Pro呢 它拥有着10比特的一个色深 那以及Dlog M 还有HLG的这样一个色彩空间的支持 那当然也有普通的色彩模式 那DJI Action 5 Pro呢 支持10比特的色彩和那个Dlog M呢 还有HLG呢 这意味着你可以捕捉到更多更细腻的色彩细节 那相比于传统的8比特的色彩深度呢 10比特能够捕捉到超过10亿种颜色 那使得你在调色过程中呢 画面过渡会更加的自然 那也不会出现断层的情况 那我相信这样的设计呢 能够实现你一个更丰富的一个色彩创作的一个需求 综上所述呢 DJI Action 5 Pro呢 凭借其强大的硬件功能 还有卓越的夜间拍摄 以及众多的智能功能 成为我相信它会成为2024年运动相机市场中的佼佼者 从1.3分之1英寸的全新的这个传感器 有着13档动态范围的这样一个传感器 还有智能跟随4个小时的长迅航 还有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 我相信这款相机 无论是在白天或者是夜晚 都能成为你创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那不论你是做极限运动 或者是Vlog拍摄 我相信它的10比特的色深 还有D-Log M 还有HLG的色彩空间呢 都可以大大的提高你的创作的一个自由度 那我相信这款相机一定是你在2024年 想更新你的运动相机的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那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